作为最近热播的大剧之一,《人生》若如初相见所有剧集都已经播放结束,在电视剧中,几位主演的儿女情长,在乱世炮火下,显得是如此的不堪一击, 分崩离析的江家和悲惨的结尾,让不少观众看完后都难以释怀,不少人对于其中燕云的精彩表现也是印象深刻,在剧中,郑罗希饰演的燕云,在最后成为了全剧剧情,最终走向的关键人物,在剧情的最后阶段,被劫持的燕云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他人要挟丈夫的把柄,怀有身孕的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开枪自杀,而作为丈夫的一连肾, 在得知自己的妻子意外去世的消息后,对自己三弟没能保护好妻子而产生了强烈的怨念,因此激发了家族中兄弟之间的矛盾,这也为最终两兄弟手足相残的剧情走向奠定了伏笔。 可以说,燕云的自杀,点燃了整部电视剧的高潮,而在其中作为牺牲品的燕云,人物形象则是更显得凄凉。 作为剧中的关键人物,燕云的感情经历十分悲惨,内心爱着一连肯的燕云,却只能受家境因素嫁给二哥一连肾。 在一连肾与一连肯中备受煎熬的燕云,最终的命运更是凄惨,成为时代背景的牺牲品,让无数观众感慨万千,属乡门币出身的燕云,从一开始的温婉大气,到最后的已然决然,被生活和现实折磨的他为了爱情,最终死在了自己深爱的男人面前。 亦是两命的悲惨结局与传统的古装剧作对比明显,《虐心》的剧情在播出之后也是引起了极大反响。 郑罗希在剧中的精彩演绎,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,而在接受采访时,郑罗希也是表示在人生若如初相见钟燕云角色的演绎,自己也是用了99%的力气。 而在上映后,郑罗希也是不忘追剧,反思自己在剧中的不足,可见其表演难度和敬业精神,参演过《下加三千斤》、《第二十二条婚归》等多部热播影视剧作的郑罗希,在剧中的表现让人十分惊艳。 不少粉丝在剧集播出之后,对于燕云的自杀仍是耿耿于怀,许多粉丝更是跑到微博下留言质问编剧,对于燕云没能撑到最后一集。 很多粉丝也是十分悲愤,无奈背锅的编剧的回复,也是让人忍俊不禁,看来太过于传身的演技,也让沉迷于人生若如初相见的观众们,都有些分不清现实和作品了。 而在电视剧播放结束之后,中国传媒大学教师,编剧舞遥,对于郑罗希在其中的演技,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 二嫂这个角色难度很大,索性有郑罗希层次丰富饱含情感的演艺,不少粉丝也是在随后表达了郑罗希喜爱,也有不少粉丝被郑罗希的积极和演技吸粉。 与电视剧中温婉端庄形象不同的郑罗希,在私下里却是一个积极运动的健身女皇,仔细翻看其微博可以发现,郑罗希的微博就是满满的健身经验指南,虽然作为明星,但是郑罗希却并没有放掉与粉丝们的亲切互动。 接地,气得郑罗希更是给大家展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,而对于做演员的身份,郑罗希也是表示,虽然做演员会有些辛苦,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,自己依然会觉得很开心。 从下加三千斤到如今的人生若如初相见,郑罗希尝试了多种戏录的演绎,而郑罗希在影视剧作中的表现也是越来越让人满意,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郑罗希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,不知道对于郑罗希的演绎,你怎么看?